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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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各旅的社群围体的化宝交上组成 到无知为止 定格行北达合照的总控如何 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 因为熊猫它除了在平台上面 可以增加互光率以外 那对于真的想要有食物上面的效果的人 他们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便利 我们其实之前有 但是它其实范围并不到 它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做很多的 及时的去做很快速的外送 那因为距离上跟日子上就是很考量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处一两遍 那我们就收 那这边来其实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外送被带给民众没需要大量注文 也能较适合外送的便利 但是有些对民众来说 也是一笔仅价的开销 这样的外送不是在民众地区的修理量 也是安全 比较定格提供的传统外送服 是不是更有优势 我们目前平均一天都会有10单 像我们也有群组 又会有不同的老板在里面 去做服务 侧面观察的话 早餐差不多会有30单 那如果是做入味的话 差不多也会有20指上 所以上下不一定 外送平台的优点是可以个人教 但是传统店家也是不行的 对 如果品项够多的话 我觉得外送平台的服务 我会更喜欢 修用手机的电视乐端的外送形态 虽然已经在主要下期讲讲信息 但是对着比较平均的地区来说 这样的方式也是各地企业的阶段 中情一步 特平衡 贵点 加以民众报道 疫情逐渐趋缓 连续多天零确诊的情况下 许多业者推出特定优惠 吸引消费者们上门 站在业者的角度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出优惠 是否也在期盼 优惠的推行能带来 因为疫情而损失的业金呢 为了庆祝台湾连续多天零确诊 不管是旅游业 餐饮业 甚至是娱乐业 都纷纷推出只有零疫情才有的疫情优惠 吸引消费者上门 我们有推出就是只要当天零确诊 名字的话也协音就可以了 有时钟啊 英文 家铃之类的 都可以匯换我们的龙虾拼牌 大家也知道疫情的关系啊 这疫情比较严重 那还是一样就是要鼓励大家 就是对我们国家有信心啊 对啊 然后还是也希望大家可以 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考虑太多的成本问题 就是想要回馈给社会这样而已 业者推出优惠活动 不仅是为了回馈社会 在业绩上是否能回温 甚至做到提升 也是业者所看重的事情 我们都会定期推出不一样的活动 口罩肉片啊 或者是为了预防疫情 征送龙虾拼牌啊 对 就是主要疫情的话 我们是推这两个活动 其实基本上现在也差不多 有回归到一般的业绩了 其实有关于这个零确诊的优惠方案 在行销上是非常普遍的 他在找明堂 什么叫找明堂呢 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庆祝优惠 那当然这个疫情好一点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因为过去大家可能比较闷 我们预期有一段那个需求的喷发会出现 那喷发出现的时候呢 很多的商家希望趁这样的机会 多少去增加这个销售啊 这个营业额 所以我呢就来搞这个活动 灵疫情优惠方案或许能短时间内提升 但当优惠结束后 业者是否能成功留住消费者 还是要从商品的本质来看 这种短期的刺激 它在短期之间 会刺激比较多的销售量出来 等到你那个刺激消失了 比如母亲结果啦 或者是疫情啊 大家优惠的时间过了 它可能回复到原本的水准 回归到最后呢 还是看产品的品质 服务的品质 它整个的企业的理念 也没有跟社会的需求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配合等等 这些都是根本的 根本没有做好的话 优惠那个东西 其实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选择在零疫情时推出优惠 业者最大的用意 并不只是提升业绩 更是想要跟顾客 统还进零疫情的喜讯 回馈各界在疫情间的努力 中正义报 杨高杰 冷春梦 嘉义报导 近期沸沸扬扬的台北车站静坐事件 让外籍移工议题再度引起大众讨论 菲律宾来台的移工 分享了在台的工作经历 另一方面 我们从仲介级雇主的观点 来探讨移工产业 以及其背后牵扯的领域关系 很多的人要响应这一次的活动 不过其实 台北车站大厅静坐事件 让移工议题再次引起大众讨论 而这一群来台工作的移工 在台湾的工作状况又是如何呢? 曾在台工作十几年的拉尼和雷西斯 分享了他们在台湾的生活 大选项 每周五十三十四天 让他们在台湾中有何日子 不管是清洁或什么样的工作 基本上他所要求的整个的金额会比我找移工来得高 在台工作的移工超过70万人 还有无数的移工像Lani和Rexis一样 为了赚钱而选择来到台湾 不过两人来台后的工作境遇却大不相同 当移工们遇到不合理对待时 可以透过劳动部1955转线申诉或寻求仲介的协助 其实很多外劳他跟雇主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纠纷 就是言语上或者是说态度上不合 没有真正的有劳资争议 当劳工在工作上遇到不满 想转换雇主是十分正常的事 台湾的法律也有移工转换雇主的相关办法 那为什么移工人无法自由地转换雇主呢 移工在台湾已是为数不小的族群 除了政府应该针对移工的现况做出适当的应对 更重要的是雇主对待移工的观念 期望我们能达到出一个更友善良好的工作环境 中正一报 许时农 王妙真 嘉义报道 街道上一家冰榔摊内坐着一位冰榔阿姨 包冰榔的手从没停过 和买冰榔的卡车司机聊天博感情 这是在台湾独有的冰榔文化 独自一人坐在小小的冰榔摊内 一天长达十几个小时 冰榔摊阿姨们是怎么度过的呢 又会面临到哪些职业伤害 省道上一家家冰榔摊 闪烁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 这就是台湾特有的街景文化 一说到冰榔摊 你会想到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民众怎么说 因为他们的摊位其实是在日赛里面 那其实也蛮辛苦的啦 消失的话当然就少了一个台湾文化的特色 可是还是会建议真的是不要最好啦 因为为了国人的健康问题 我觉得啦 书应该没有读的相对比较高一点 应对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卖卖东西 做一些冰榔的那些处理 就是一些妈妈可能也是 可能没有办法再从事其他的工作 然后可能就会选这种夜间 时间比较弹性的工作去从事 清晨六点 业者黄小姐到省道上的冰榔摊开店 等待上班的第一批客人经过 营业到晚上六点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一个月休息不到四天 在久坐包冰榔的情况下 造成了腰伤 手部军裂等职业病 做久就是这个腰啊 做骨神经啊 然后脊椎会弯啊 有时候是不小心会被刀子刮到是一定会的啊 檳榔剪刮到也是一定会的啊 这个伤害外伤 差药可以好 职业病代表的很恶好 原本从事没法业的黄小姐 在三十岁时踏入檳榔摊 一坐就是十八年 身为单亲妈妈为了抚养两个孩子 过去曾一日工作十六个小时 为了提升业绩 除了顾品质外也要和客人搏感情 以稳定客群 品质第一啦 然后交际手腕啦 讲话是训练出来的啦 他们是男生就把自己当男生跟他们互动啊 我们老大出生我就自己开了第一间店 然后后来因为胎类又收起来 又去人家那边工作 工作完后来小的出生 我又开了这一间店 一生都给冰蓝摊了 其实刚开始做很不好做 很辛苦 一个单亲妈妈 抱着一个七八个月的银耳出来啦 然后你赚那些钱你还要补贴 家里也是租的 店面也是租的 小孩子还要奶粉钱 尿布钱 其实每个月都是不够 后来撑到不能撑就 就信贷啊 天如绝人之路 终于槟榔做起来了 然后慢慢把那些债还完 其实也是很累 槟榔对于一般大众来说 或许标签着蓝领阶级与种下阶层 但对于槟榔摊业者而言 却是他们撑起一整个家的绿色黄金 即便要面对许多职业伤害 依然在小小的槟榔摊中 坚守这份工作 中正一报 曾彼得 赵若彤 嘉义报导 近期因为知名空间风格改造团队的抄袭事件 是否真正成立抄袭 在网络上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也严重影响了台湾设计圈的形象 由于美术设计相较于文字作品更为主观 在现行法上难以去界定抄袭与否 可能因此侵害原创者的权利 台湾近期抄袭事件频传 不论是在音乐创作 娱乐 设计领域都受到大众的讨论 而知名空间风格改造团队的抄袭事件 更是引发热议 也重创台湾设计圈的形象 他们用在商业行为的话 我是觉得说 有点太过头 再者是他可能 消费者不知道这件事情 跟原创者也不知道他被 抄袭的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不太OK 现行法律上并无抄袭一词 判定侵害著作权 需符合实质相似及接触两要件 而美术设计类相较于文字作品 判定上更为主观 经常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 实质相似呢 其实是用白话讲 就是说到底两个作品是不是很像 如果是以文字的作品去比对的话 它其实比较容易 可是呢如果是非文字的作品 比如说图画音乐等等的作品 量的部分就没有办法很准确去判断 所以呢就会透过值的部分去观察 那接触呢就是说到底 这个被控抄袭的那个人 他到底有没有机会去接触 感知到那个原告的作品 网路上有人认为知名空间风格改造团队 被严重抄袭了他人的作品 也有人表示创作过程本就不可避免模仿前人 应属于合理使用范围 抄袭与否常常在一线之隔 而此事件是否真正有涉及到抄袭呢 其实它就是草啊 这个案子里面 它有抄袭了嘛 那到底有没有合理使用呢 其实很明显的 你会发现 首先利用的性质是盈利的 对不对 然后呢再来呢 它的这个利用的质量跟比例是完整的 第三个是它对于市场上 确实有可能造成替代的效果 对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在这个案子里面 合理使用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作品的诞生是创作者的心血结晶 这次除了警示的设计圈之外 更是提醒民众因尊重原创 使创作者能有更好的工作环境 中正一报 郭玉轩 郑新莲 嘉一报导 现代舞舞蹈表现形式多元 经由身体表演出创造者想传达的理念 透过南华大学民族音乐系教授林文中 参与舞团与教职的经验 希望民众能理解现代舞的本质 是很贴近生活的舞蹈 期望民众能拉近于现代舞的距离 艺术的舞蹈 感觉很有情绪 比较抽象一点 可以自己想象的空间很大 跟其他传统舞蹈会是更有情绪张力 优美很流畅 没有什么艺术气息 所以我看不太懂 创作者不会去把它填得很满 就是教给观众完成剩下的创作的感觉 这样 当代舞在台湾又称现代舞 表现形式没有限制是所有舞蹈的融合 它的内涵主要是编舞者想要表达的理念 学习现代舞的舞者首先要学会开发自己的身体 从没有一定标准的舞蹈之中跳出属于自己的舞步 现代舞Modern Dance 它是指美国的现代舞演进的其中一个时期 它早已说已经结束了 OK 是比较偏向于什么马萨格兰姆啊 何希里蒙啊 这些pioneers创造出来的舞蹈 它固定的形式跟动作 然后后来进入了后现代舞 然后进入当代舞 那但是呢 我们在台湾或者是华文社会啊 我们对contemporary跟modern这两个字 常常是混淆的一个状态 在台湾是因为 最早以前把引进的时候 确实是40年前 那个时候还是有跳很多现代舞的东西 但是因为那个现代舞的印象 三个字印象 对台湾的媒体啊 台湾人的印象太深了 我们转不过来 所以就变成说 好吧 反正既然当代跟现代的意识差不多 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跳的是现代舞 除了当代舞以外 大部分舞蹈是模仿 是模仿让学的像 学的有那个精气神 学的那个呼吸 跟动作的一个执行方式 但是当代舞蹈 光什么是舞蹈 它的定义就可以讨论一辈子了 对所以 所以当代舞蹈告诉我就是说 这个世界有多开阔 你的思想有多开阔 你的舞蹈 你的身体就有多少可能 对 但是 以前 以前我在舞台的啊 我们的排练总监 排练总监总是跟我说 It's all in your mind 它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都是在乎你怎么去想 怎么去定义它了 它就是很当下 很及时地反映出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 跟生活连接性 很高 然后你也可以用很多种不一样的方式去跟生活做连接 不同类型的舞蹈与现代舞相互结合会带给舞者不一样的观点 藉由学习现代舞来开发身体动作创造舞蹈不同的可能性 街舞是一个比较观众性的舞蹈 街舞会很强调 我的跳舞是为了给观众看 对我来讲就有点像是为了观众服务 所以很多街舞人会在乎掌声 在乎欢呼声 在乎这些 就是他们如果到一个境界 他觉得他自己做得很帅 可是没有人理他的时候他会慌 就是台下的人 怎么没有反应 怎么会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 就是做完现代舞的 就是做完现代舞的练习之后 我会觉得 我比较不会那么的观众取向 对我来说 制造欢呼的这个过程 就有点在局限我的想象 我原本是火舞艺术社的 学习线代舞之后 回到火舞艺术社团那里 去尝试编舞或者是跳舞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而不是就是 先前学的那些火舞的架构 玩火舞学火舞的时候 都会把注意力放在道具上面 但是除了道具之外 其实身体也是很重要 毕竟看上去整个画面就是 大家看到就是你的身体跟你的道具 后来就会连带的 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是长什么样子 40年前 美国透过现代舞将其精神传入台湾 当时的现代舞较为致氏 而现今的舞蹈形式影偏向多元 从林怀鸣先生创立的云门舞集 为台湾舞者树立良好典范 到现在有许多获得国际肯定的舞团 新世代舞者也进一步将现代舞与传统做结合 藉此更认识台湾文化 伟大的云门舞集当我们的一个范例之后 他们示范了如何用当代舞蹈去介绍 台湾的一个美学或价值给这个社会看到 所以我们有这个前辈耕耘这么久的时候 就会帮助我们后辈 其实我当初会比如说会用南管编舞 我只是想纯粹就是喜欢这个音乐 然后喜欢这个音乐 想要去尝试结合现代舞的动作跟南管 虽然传统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偶尔遇到它的时候 是不是该交个朋友啊 你会一会这样想 我并不会说用传统编舞 就可以说我有比较多的观众 或者是可以带出国 比较有那种台湾 identity 其实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纯粹是因为这件事可爱 或者这件事 哦 怎么那么古板啊 古板到都值得为它编一个作品 对现代舞创作有一大贡献的林文中 创立林文中舞团拥有许多创新 及代表台湾的作品 如作品小系列长河等 而他在2017年发表风起作为舞团的告别作后 转入教职 但告别并不代表离开现代舞 而是选择突破现状去尝试其他事物 台湾有个扶植团队系统嘛 就是国家会选大概12 13个团队 主要的用文化部就会赞助这些舞团的行政 让他们营运的更好 对啊 那但是他这其实有一个陷阱就是说 你如果进去再跳出来的话 你要从头再排队 所以我再说你排到前几个赞助的金额了 对大家都不愿意下来的时候 他就变成这个东西不流动 因为就是因为你出来之后你就要重排 再从80万开始一直排到可能三四百万 那但是我就想说 但是不应该被什么东西绑住啊 我还是回到那种最理想最天真的一个创作状态 我今天想要编是因为我喜欢编 所以那我就问我自己说 如果我离开了 我要再回去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做这件事情 而不是因为人家一直给我钱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是会觉得是有成就感的 教书 教人家跳舞 教人家编舞 看到学生进步是有成就感的 每位现代舞创作者 都想将最好的作品带给观众 并传达他们的理念 而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人 因为不了解或没有看舞蹈的习惯 认为和现代舞之间有隔阂 所以与现代舞接触较少 有的时候就会刻意做得比较用力 去争取这个目光 但是当代舞蹈应该是非常生活的 非常有亲和力的 然后它其实没有什么看得懂 看不懂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常常过度的去解释它 它应该就是一个比如说移动的风景 用人体去抒发这些表演者 或是社会现象的一些可能性 有一个编舞家吧 它就直接发起了一个计划是 它要做一套舞蹈的系列叫病毒 然后叫每个人投稿过去 然后要做成一个系列的作品吧 那就非常反映生活啊 因为现在大家就是戴着口罩啊 然后再走在路上因为病毒的关系 就是你在生活里面很难有人有这个幽默感 去做这件事情吧 但是当代艺术家就是会做这件事情啊 对啊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铁金生活的例子 不管怎么样 台湾还是有一些多元的一些舞蹈团体在进行 不管是城市或乡下都有 现代舞这个东西在发生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什么看的民众 就没有什么一个对话的对象 你知道吗 所以是有点无聊 有一天到晚在自己做啊 然后自己的陪伴看 现代舞表演所要呈现的是与生活的连结 并透过舞蹈擦出与观众之间的火花 大家最常接触到广东话的地方 应该是港片中中心持的对白 或是诚意训唱的歌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广东话是香港废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在台湾真的了解广东话的人又有多少呢 一起去了解一下广东话吧 在台湾大家可以接触到广东话的机会 大概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产电影中 因为港片大量流到整个东亚以及东南亚 所以不理是华人众多的东南亚 或者是东北亚的韩国、日本、台湾等 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李小龙、周星馳、张国荣、陈奕迅 以台湾来讲台湾在那个时候看到的港片 在政府的要求下都得配所谓的国语 所以我们看到是有字幕的 然后演员都讲国语 那可是随着电影的发展 比如像TVB他们拍的电视剧 然后很多时候他来不及配到国语 因为他的量太大 然后他就让我们看到广东话版本 然后我们看字幕 然后台湾确实有一代人 就是其实我这一代我大概40岁嘛 我这一代人他们看很多TVB的电视剧 然后他们从那个电视剧里面学会广东话 就可以听 讲不见的讲歌他可以听得懂这样 基本上香港就是得天独厚 在那个历史的机遇下面它发展起来 然后他拍了片 对就成为我们上一个世纪的所有华人的共同记忆这样 对我们都看 不是只有华人在那边拍喔 就是我知道了像连韩国跟日本 在80跟90年代的时候他们甚至很多他们的人都跑到香港来 比如说来这边拍电影或是来学电影这样 一到90年代都还有 所以你会在香港最全盛时期的那个电影里面看到有日本演员 然后那个日本就是他就是演日本人啊 然后他后来甚至会讲一点广东话 可是他的基因是在香港的 他不是在日本来的 他就是基本上在香港发展他的career 对 然后你就知道香港在你知道 就所谓的东方好莱坞 在上一个世纪的特殊地位就是 我们会从那样的港片里面看到香港 然后基本上比如说像成龙做代表 就成龙电影好看 然后也好玩这样 可是他讲的都是香港的故事 然后对海外的华人来讲 我们都用这个方式认识到香港 但是其实以广东话作为无语的地方 并不只有香港 在广东省以及广西省大部分族群都会讲 又或者在上世纪因为打工做生意 等到东南亚定居的移民移障 我们俗称落南洋的唐人 都会因为大部分是广东人 所以他们都会会讲广东话 那基本上本来因为东南亚很多就是广东 或是香港这一带的人 他们有本来讲广东话的community 就在新加坡或在大马都有 本来就讲广东话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 连着他们对香港电影里面得到的 某些文化的寄托 或是我活不去 可是我可以看到香港电影一些有趣的东西 看到我的家乡 我看到我认识的人 熟悉的文化 然后所以用这个方式 他们也保证或是确保了他们的 那个你说的广东话的语言 或是广东的文化 或是香港文化香港语言 然后都会在这个地方扩散这样 我爸爸是97年之前在大陆下来的 但是他本身都是讲广东话的 然后我妈妈就是印尼华侨 他是讲客家话的 但是其实他都会从电视里面 因为那时候的中文 讲中文的电视都是讲广东话 所以他在电视里就学了广东话 然后来到香港就更加自学广东话 所以我从小到大 其实全家人都是讲广东话 爸爸妈妈都是来自那个广东店 我恩仲里面 爸爸妈妈在小时候 是讲广东话的东西 在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中 广东话已经被列入其中 成为480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 但是当大量外来人口移入 还有中港澳政府以普通话教授 中国语文化政策的推行 广东话已经开始逐渐成为弱势 一我读书的时候 政府是支持用母语教育的 董建华是推行母语教育的 社会上对于广东话绝对是认同 但是感觉上政府是对广东话是想开始打 想引入更多内地的文字和词会 鱼蛋就不应该叫鱼蛋 应该叫鱼丸子 类似这样的东西 从这些小小的东西开始影响香港的教育 因为我不清楚这间学校会不会规定 说你上课不可以讲广东话 因为我没有接触他们 但是我有一个我表哥的儿子 他主要上课的学习都是英文和普通话为主 是没有广东话的 那么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讲广东话是不太标准的 现时使用广东话地区的政府 都不愿意去推广广东话文化 但是始终有人愿意去研究广东话 去主动推广和其他地方的人分享自己的母语 因为台湾有些教广东话的学会 他们的人真的由拼音开始研究去教一些台湾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 写快乐 最基本的一些广东话 日常用语我们会教 譬如自我介绍 问路 譬如网络用语 即港澳的网络用语 还有港澳的节日和台湾有什么不同 数字等等 就是最基本的要教给他们听 还有一些语气词 因为港澳和国语最大的不同 就是多了很多语气词 是普通话没有的 今年就会比较偏向少少粤语教合那边 就是希望大家对粤语的发音可以更加准确 广东话在各个地方发展的过程中 融合了当地的文化 自然形成了不同的词汇和音调 但在这些不同的词汇和音调中 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我们的母语 我去医保的时候 那些人其实都懂得说广东话 但当地人都会说自己是用港府话 因为感觉上他说的东西 就是会比较古老的广东话 广东话一开始是广州的语言 但他下来香港人用的广东话 又是不一样的了 已经是现在的广东话 所以广东话其实可能去到不同的地方 又会有很多不同的分别 有很多话其实就好像你们学校 我们会说书馆 好像如果说全部 我们会说什么 这个是因为 什么是马来文来的 他说进去就是 你会说到好像很顺 但是其实他不是广东话 而且我们不会看你们的语文 我们是用那个音去记住 来说出来 我认识老板已经是说广东话 然后学校也说广东话 整个社会都是广东话 电视也是广东话 所以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的母语来的 那当然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相信广东话并不是少数 并不是中国的一个方言 可能去到外国 其实很多的华僑 特别是马来西亚 都可以用广东话去沟通 是希望可以令那么多人 去认识到粤语 和粤语文化这件事 我们没有只专注在广东话 除了教广东话之外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 说广东话地区的 包括港澳的文化 带给台湾 以及其他国家的人 令我们自己的母语 给更加多人吃 即使学校不教 政府不支持 也不会减少我们对 广东话的热情 和分享的心 我们也会继续说广东话 因为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 第一波再出门 我是主播吴博轩 中正一报关心您 我们下次再见